這段影片最主要是教大家怎樣用Keynote去做Interactive Narrative 第一件事當然就要用Mac 8 第二件事就要下載Keynote Keynote在你的App Store那裡就是這個 就可以免費下載的 你在這裡搜尋Keynote 然後就直接下載就可以了 下載完之後 現在就可以示範給你看怎樣去用它 按著它的Keynote 有時候畫面是不同的 它有時候會問你找一個Template 那怎樣也好,我先開一個New Document 然後這裡就說選擇一個Theme 我們先選擇一個白色 選擇 選擇了Theme之後 想說一下這裡的東西 第一件事就是 你按了Format這顆鍵之後 你會看到這裡有一個Change Master 那你可以選擇一頁 那你可以選擇一頁 什麼都沒有這樣 然後這裡就是 寸前 縮小 那這樣 然後呢,如果你想畫整個Theme 轉為黑色的話 那我們Document這裡 有一個Change Theme 可以整個轉為黑色 那我現在先去到白色 那我想這個底部 就變成黑色 那也可以在這個Layout 在Back環的Color Fill 轉回黑色 最深的這個 這個深藍色 黑色 那這個就是我第一個Screen 那我要確認這個Screen 是適合我想Present的Size 那我想Present應該是在iPad那裡的 那iPad的Size呢 就是1280乘以768 那我們去Document那裡看看 那個Size 是不是我們的Size 那在Size那裡就看看 Standard 4比3 那不知道它是多少乘多少的 然後就按Custom Slides Size 那裡看看 那現在你看到1280乘以768 那它現在Default這個 的Exploration大小 都是適合我們放在iPad那裡的 那我就OK了 那我先按回來 那現在我一開始 我的相片就有個Logo彈出來 那我就預先在網上拿了一些素材 那我們可以先用 那我用了GTA的Logo 那這個 那這個就是 那這個就是 通常你放在Keylook 或者其他Edge那些 都盡量找一些叫PNG透明的圖片 或者你在Fullshop做也是 你Save的時候就透明底 然後就Save PNG 那你過來 你會看到 它那個底是透明的 那變成了你可以 不會有一個白的底在那裡 那我縮小一點點 那你可以想到 一開始的時候 這個 就是 這個Brand的Logo 可以怎樣彈出來 那現在你按Play 那是沒有東西的 那就是它還在那裡 那你想說它一開始 由細縮大 或者是 又由細方大 或者是旋轉走出來 那我們要在Anime 這裡按一按它 那Anime 有Build In Build Out 那Build In 就是在剛剛進來的時候 那我們就按一個 Add an Effect 那你想想怎樣去做 那我們看一下Preview 也可以的 Appear Blur 就是慢慢滲出來 那我想它 就像白熱鍊一樣 這個可以慢慢玩的 那是否有趣 這個呢 震出來 這樣 好了 那我就按這個震出來 然後呢 我就想 那你可以選擇 那個Duration 就是大概 但是它 它 從未出到 出來了 那個需要的時間 那 1秒50 我都OK的 那Anime Build Out 就是它 當我們下一個Slide的時候 它會怎樣走 那就Add an Effect 那我就想試一下 好像一些 紫碎一樣散開 那我就按這個了 OK 那兩個Effect 那我現在再加一個Slide 就是 因為我想知道它 過去下一個時候的效果如何 那我現在按Play 好了 那現在呢 所有東西都要Click的 OK Click它 它才會去到下頁的 那如果你不想它Click的話呢 這裡呢 要做一點點東西了 那我們呢 這裡有一個 Build In Build Out 那我們下面這裡呢 有一個叫Build Order 那你再按它 那你就可以看到 第一個 這裡進來的時候 就是那個震 有些塵 然後這個呢 就是有些碎花 那我按著第一個 然後告訴你不要Click了 After Transition 就是說剛剛 看到那個 Screen就要出來 那這個也是 After Build 1 就是它震完之後 它就會爆炸走了 那我現在來看看 那我現在沒有按摩 那它自己會走的了 OK 那你看看你想說 那個User是Click它 還是自己 就是自己玩的 就是自己玩的 這樣 那現在呢 我就想再進入多一點 就是一條的影片 那這條影片呢 我就會 loop 就是一些火來的 就是增加的氣氛 就是增加的氣氛 就這樣把火放進去 OK MP4 那其實呢 如果你懂得在YouTube下載呢 那就是在YouTube下載 就是一條影片 那你去那裡 貼一條影片 應該就可以下載這條影片了 之後呢 要留意一下這條影片 那如果在這個 Bill Order那裡出現 那有什麼問題呢 就會 就是 我們現在先用它 就是最高 那這個就是說 After Transition 那它會 Bill Order 有次序跟 那我給你看看 就是說 那一頭火 接著呢 要按 或是等 才會出這個Logo 爆開 其實我不想火要等任何東西出現 其實這個火不需要加個Effect 由得它一開始就自己loop 所以我在這個火 按著火 然後在Action 裏delete 了那個Build-in 即是說 Change, Start, Move, and Run 把它割除在Build Order上 不要讓它在裡面 然後我們留意在Format 裏面看看火 是不是一開始就Play 不用Click的,是不斷loop的 這樣就做到了 現在就檢查一下這些是否要Click 不用Click的,OK 然後我都要Set整個Slide 去跳下去第二個Slide的時候 先寫個2字在這裡,大家方便看 放大一點 就算了 有個2字在這裡 即是說我要Set了Slide 多久它才會到下面 那你看看想Play這個火 Play多久了 那我看看火本身是last了多久 因為火last了22秒 大概10秒鐘我就想跳 所以我就在這裡按一下 然後告訴你Anime 想它下一個就 automatically去 5秒好了 它就去下一個Slide 那下一個Slide的時候 我都想它有些Effect 那就是說可能有些... 不要MeasureMove 好,先変換它 或者又是爆開的 那我們現在看看效果是怎樣 那一開始火了 我沒有按住我的按鈕 那它就出現這個Logo 然後就爆火 第二 那這個就全部是... 即是自動化地去做 那這個就是自動化地去做 我們可以設定其他東西 先說一下concept 就是... 通常這個Key Look 有兩個Motion 可以做到的 一個就是本身它自己 一些的Graphics OK 然後呢 就是這個Transition 它本身這個Graphic 可以做Transition 什麼時候入 什麼時候走 怎麼樣 那另外呢就是整個Slide 過場的效果 就是有兩個效果 那分別的那兩個過場效果 就是你按住它 有Build In Build Out 或者你按了Slide 只有一個 因為過場是只有一次的 就是這個 Transition OK 那你記得有兩組系統 一個是Slide 一個是本身的Graphics 好 那我現在看這裏 那我就想進入一些Graphics 進來 那我就... 找回... 之前找的Graphics 那我先進入背景 那就放在這裏 那背景呢 想它拉到Full Screen 是沒有問題的 那你拉到Full Screen 那你說這裏多了 那你喜歡就... 剪掉它 那你把WriteKick它 然後呢 叫做... Edit Mask 那它就會呢 就是... 在... 長一隻 右邊的那裏呢 你可以呢 熟悉它的 按兩按它 然後你可以這樣熟悉 那你就變成呢 只能看到我部分 OK 那... 就是WriteKick Edit Mask 那... 那... 然後就再放其他一些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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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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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呢...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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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再设定顏色,再设定其他东西 然后再设定人仔 这个人仔就是说话 我现在用的Graphic 全部都是PNG 很漂亮,有出到Full Color 亦都可以透明 这个Sins有什么玩意呢? 就是出场的次序 那你要想,我放完之后 你就要想,哪个出Scene 哪个出口 一开始 应该是这个Scene 就是这个Scene 那我们用Animate去做 Animate 那在Build-in的时候就会慢慢出来 那你又可以看到这个Prebuter是如何 是否这样呢? 还是一个Iris 我当作Iris 然后第二个Sequence 就是出这个人 那就Add一个Sequence 那这个人怎样出来呢? 啊,好有派 好,就这个 那这个 然后呢,就到这个人 那这个人又怎样出来呢? 就看一下 这个位置 可能由上至下 可能Move in 大约上至下 那我先按Move in 然后呢,就是说 在下面身上 看看 有点怪,怎么办呢? 那最后这个就是Desolve Desolve 看看效果 Desolve 这样的问题 好了 那现在全部就是这样出来 那你想不想去 接着你下一个Style 你是不是想去走呢? 那你可以build-out 那现在我就想去看看效果 还有呢,查一下那些Sequence Order1 Order2 Order3 Order4 那是不是Kick的呢? ok 那我现在想看看 它是By Click 还是自己出来的 那些Order 看清楚 哎呀,慘了 全部都是Kick的 那我HIGHLIGHT 全部都是自己出来的 ok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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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再看看效果 好,一开始的时候呢 就是火了 然后呢 就是Logo 就出来啦 散开 20秒之后 就转场景了 ok 有机会我可能 刚才我设定了 那个秒数 那我现在先按一下 弹开 那然后就自己来啦 出这个 再出这个 再出这个 那你现在等你了 ok 那刚才可能这个位置 我设定了一个 那我先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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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50秒 好了 就是彩色上去 好了,那这个呢 如果你想它 Click这个转的话 都不是说不行的 是有些难度 那我先按一下 我先按一下 我先按一下 OK 那就是说 你Click这个 那才再 把这个 拿走 或者是 再出一个 新的出来 那 那 那 等一下就会告诉你 你怎么做 就是Click这个 转这条 就不是说要整个sense 转 那 示范呢 同一个sense 只是转这一条 就是按按按按 转这条 很多次 那 为了 就是看得方便一点 我现在将这个slice 先复一个出来 那就是第三个slice 那我要的 component 组成的东西 就是这个 所以你可以 先固定 先固定 固定 先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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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第一件事 就是说 我们正在做这一件 就是第一个出现的东西 就是说 这个sequence 就是说 例如我当作001 先固定 这个effect 那这个effect 就是想它出现 那appear 就是dissolve 这样出现 OK 那先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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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们要build order 我们才可以 先固定 那第一个就这样出现 好了 接着就是 copy and paste 好了 那第二个是这里 那 给它002 OK 那你看到呢 build order 这里就会出现了一粒粒的东西 那就是copy 如果你懶得再放回位置 可以copy 之后 就是active paste in paste的 诶 有没有 没有 那 那算了 那我们copy了之后 就place 就是自己拉回位置 那 那 就这样卡它 003 我做多一个 004 copy and paste 004 004 好 好啦 就是做了几个之后 那现在 我把人仔 就放到最前 bring to fund 这样 那然后这些东西 我highlight 它 其实你看到 就是只要按按click 那 我就click一个第一个 啊 我想做多一点点 就是第一个呢 我不想click 想他review fee 就是说 完了这个就出这个 那我们看看效果 好啦 那出了人 大佬 小佬 那就出了这个 那我现在就click 第二了 第三 第三 第四 那我只要更换音乐 那就可以看到 可以在同一个Scene 上面 直接换下面的Title 而不移动到上面 为什麽要这样做呢 就是格格的 其实就是之前上课 有同学问我 那可不可以 就是音乐 就是by cl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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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样呢 就是不会转下那个Scene 因为一转下线 才可以转音乐 就是转下一个slide 那所以呢 就要这样做了 那我现在就放了一条音乐 不好意思 我只有这条音乐 那我就这样放了 这个PowerPoint 就可以了 那让音乐先搞它 就是format那里 看看有问题 Audio 看看它是否replace repeat 或者之类 那这条音乐 很长啊 不用理它 那就是说 Start Audio 按Click 不要了 一来就听了 anime order OK order 不要让它有anime 就是这条音乐 记住 不要让它有anime 将anime 抽走它 就是一开始它就播 一有anime 它就会等完整 完整才播 OK 再来一次 那你听到就是音乐 再做一点 就是 我今次想做到那个out 就是它完整之后 如何out 那你可以一次过out 就是说 它去了blank screen 那里 然后就黑色 可能 又按错 黑色 那然后呢 这个过这里 就是用Transition 去做 模式 譬如我模式地走 模式 OK 那就是它完整了 就模式地走 那我现在就要看一次 再看一次 实验试是怎样的 一开始就 有火进来 然后就 Logo出现 走开 好 接着就开这个 这里有点 那我下一届 下一届 下一届 那又有音乐 有人出现 按 第一 第二 第三 第四 好 第五走 那就完了 OK 那希望你可以做到出来 那你最后的Percent 记住save了它出来 就好了 不用save什么 那你想放在iPad 那你记住用icloud save去icloud 那就可以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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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